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种带有立体感的三分屏卡点开箱效果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打开剪映 点加号 开始创作 导入一段准备好的视频 先把视频关闭原生 然后点击添加音频 导入准备好的卡点音乐 我这里点击提取音乐 选择一个带有音乐的视频 点击仅导入视频的声音 点亮音频条 点击踩点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音乐 给视频开头的四个节奏点添加踩点 接下来点亮视频 点击工具栏中的蒙版 选择矩形蒙版 拖动向下箭头调整蒙版的高度 拖动左上角 给它添加一点圆角 给它添加一点圆角效果 点击对号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复制 把视频复制一份 点亮前面的视频 再点击工具栏中的切画中画 把前面的视频切换到画中画 点亮主轨道视频 点击蒙版 把蒙版的位置调到左边 点击对号 把主轨道的视频复制一份 把前面的视频 把前面的视频切换到画中画 点击蒙版 把蒙版的位置调整到右边 再次把主轨道视频复制一份 同样的把前面的视频切换到画中画 点亮主轨道视频 点击蒙版 取消蒙版 点击对号 接着点击不透明度 先把它的不透明度调为0 把播放指针移动到开头位置 点亮画中画的第一个视频 按住左侧边框 把它调整到第一个踩点位置 点亮画中画的第二段视频 同样的按住左侧边框 把它的开头位置调整到第二个踩点位置 画中画的第三个视频 同样操作 点击左下角箭头 返回到主工具栏 点击背景 点画布颜色 把画布颜色 调为白色 点击对号 点击左下角返回 点画中画 点亮画中画的第一段视频 把它复制一份 把复制的视频拖到最下面 再把它往前面拖动对齐 对齐结尾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画中画的第二段视频 复制一份 同样的拖到最下面 再把它往前面拖动对齐 同样的对齐结尾 画中画的第三段视频同样操作 接下来点亮画中画的第一段视频 点击工具栏中的替换 点右上角的素材库 把它替换成一张黑色图片 然后点击蒙版 把蒙版的位置往左下角偏移一点点 同时拖动向下箭头 给它添加一点点羽化值 一点点就够了 点击右下角对号确定 这样就给视频添加了一个应用效果 点亮画中画的第二段视频 按照前面的方法 点击替换 点素材库 把它替换成一张黑色图片 点击蒙版 把蒙版位置往左下角偏移一点点 给它添加一点点羽化值 点击对号 同样的方法 制作第三段视频的影影效果 影影效果做好了 我们把播放指针移动到第四个彩点位置 点亮主轨道视频 在这个位置给它添加一个关键针 点击菱形加号 接着把播放指针移动到3.5秒位置 同样的在这个位置给它添加一个关键针 同时点击工具栏中的不透明度 把它的不透明度调为100 这样背景的视频就显示出来了 到这里整个视频效果就做好了 最后我们点击播放 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